今晚的价格是330元 那些汁刚才在剪的时候滴出来 那些桑叶还要是桑叶远 市场偶尔会见到有一卖份量也不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东风西路 今天我会跟老婆去盆福路买饭和吃晚饭 因为盆福路好的餐厅就越来越多 短短一条老仔就有4、5间非常好的餐厅 所以我就等着带老婆过去试一下 我会经由盆福路过去 盆福路是一条比较有趣的路 他就刚刚好被东风西路 东风路摘开了两绝 右边转过去的就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如果在前边往左转 便会回到小北路的方向 至于我面前这里 就是中国银行广州总行 我淡且这样叫 而且这间麦当劳是很有特色的 我记得以前有个麦当劳叔叔坐在门口 但不知为何现在不见了 麦当劳叔叔那部分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继续往前客 穿过前边这条桥底 往左转便会到得到的了 至于买菜的地方 有两个不错选择的 好像那里叫伊国大街 希望我没有记错 里面的市场都是很有社区味道的 今天我们不会买太多菜 可能买几条菜便足够了 为何会叫伊国大街呢? 因为在镜头的后边 就是广州医学院广医 所以就叫伊国大街 在附近都是很多比较好的医院 比如我先来讨论过的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医都会在这边 现在是下午差不多4点钟 今天的天气非常之热 因为早前就经常下雨 所以当时我都很冷 没有到处去 但是接下来天气就开始 没那么多雨水了 但是现在天气炎热了 现在都算好了 33摄氏度 在盆福路上面 亦都有几间比较不错的学校来的 大概疫情之前 未解放之前 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 和大家直播 我来过一次的 当时也带大家看过 我会在这里一路穿过去 回到小北路会合老婆 在这里见得到 一路往前走 就会去到应原路 应原路就是和小北路交界的地方 至于来这里最近的地铁站 其实它就不是太近的 都有一段距离 你在应原路走过去小北路 又或者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走去西门口 但其实都是很远的 盆福路这里是广州老城区 大家看看上面那些树就知道了 和回到附近的解放北路各种 亦都是会有很多这种古术 在这里交通就不算极为繁忙 因为近东风路 和在这个盆福立交 它设计是比较好的 不会说有经常塞车的情况 还有现在的小朋友就已经放假了 有少量可能早上上学 下午放学那种 回到今个星期学就已经降假了 至于我面前就是 广州少数几间公立比较好的小学 东风西路小学 这间学校很厉害 要进得到去 除了你有屋在附近 就是学位房以外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等一会 我们有机会 都会带大家看看附近的楼隔 除了我先头提及到的 东风西路小学以外 对面亦都有一间 现在就改了名 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应该是广州市第27中学的 现在变成广东实验中学月秀校区 还有里面也会有一个很古旧的祠堂 但是我们这学校是没办法进去的 只能离远观望 我记得有不少观众都在这里读过书的 好像他们的外语是教得不错 但我不知道在这边还是前边那间的 因为这里的复杂校确实真的比较多 至于我先头所说的比较好的餐厅 就是在前面这一堆 至于我面前往左转 就是盘福大街 之前和老婆来过一次 当时我们是打算去吃黄饲饭的 但是我记得那时应该是农日新年期间 全场爆满 所以就来了这个以前是茶餐厅的 现在就变成了探老鸡煲 所以都是老字号耐做 还有还有新闻记都是不错的 就在这一带的 至于过到对面马路 亦都有两间海鲜餐厅 我慢慢带大家看看 等我过了马路先 比如有这个大名鼎鼎的新泰洛 又或者其实隔离这个新闻记 饭庄都是不错的 他们的沙窝粥是很有名的 前面还有一个食鸡专门店 这个我是最想试的 老实说那些煲 肥肠煲 又有黄饲煲 很吸引的 至于想吃便宜一点的话 对面一当吃鱼生 鱼生一定不是我们考虑之列 还有这个煲仔饭 看上去也挺好的 甚至乎还有意大利餐厅 再来面前我们又看到一间酒店 这间酒店我就未曾住过 但看上去也挺好的 起码大堂挺企丽 然后价格也不是太贵 应该就是这个 它今晚的价格是336元 抵住 没错了 就是这个 先后我所说的鱼生店 就是这个 另外一间就是前面写着 月秀鱼村 始创于1991 如果不想吃那么贵 还有这个食鸡专门店 食鸡专门店是很经济实惠的 值得一试 有观众又会说 如果回到这里游玩的话 这一区交通是怎样的 其实在前面 望左转就已经是月秀公园地铁站了 在前面这里见到一个大巴 那个位置 其实已经可以上得到月秀公园了 如果你喜欢行一下月秀公园的话 是可以去到先头 我们说过 歉不住 你300多元 好经济实惠 我当然今天走着来 我想即使到星期六天都不会太贵 而且看上去住得挺好的 走路过去月秀公园 先晨晨晨 看看五层楼 走月秀山 然后过来吃点好东西 还有这里近中国大酒店 在那里是有巴士回到香港 还有澳门都有 很方便的 在这里走过去中国大酒店 大概都要20分钟左右 但是一路上都是有树荫 还有还有一个广州市中心 非常非常重要的博物馆 就是南越皇务博物馆 在中国大酒店隔离而已 也不需要钱就可以进去参观 但是星期一休息 与此同时 我们面前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 像江山 你说龙蜜 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都不为过 因为为什么呢 南越皇就葬在这里了 有像江山这个名字 就比有西国眼的 做得多得多 这里上去就是像江山 上面是有居民居住的 不过是挖头路来的 回不出去 但是可以看到 祝国大酒店的后门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就叫做 解放北路了 一直往前走 就会去到三元里的方向 大家看到 前面的红色这个建筑物呢 其实就是博物馆的所在地了 我记得应该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落成的 里面都很多东西看的 要不要钱 我记得好像是不用钱 因为博物馆都是不用钱 我们过去看一看 不过即使是要也好 也就是十元二十元那种 看了再说 是要钱的 是要钱的 我记错了 不过也就是十元人民币 那么大把 现在说的是全票 但是就要带齐你的证件 上面写着十元 然后六十五岁以上 长者十八岁以后 未成年人 各种都是可以免贵入场的 那些就不讲太多 十元那么大把 对不对 值得一看 当你走过南越黄埔之后 继续往前走 这是中国大酒店 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们来到中国大酒店 我记得以前 坐大巴在香港 就是面前这个位置 不过看上去好像装修中 但是即便如此 这里也有个巴士 但是看上去不像香港 因为车牌 是没有香港车牌 就是这里 又看看有没有车去到香港 或者澳门 我证实是有 虽然这里正在装修 装修要用 这里也写着 广州到香港 五点钟就有车 如果我现在买票 我可以去到香港 他去到什么地方 全部都写着 每天会有十七八次 可以去到香港 还有可以去到 港岛、新界、九龙 各种都有 不但如此 这里更加厉害 写着全程高速 2小时到达 他够胆写得这句 就算不是刚好2小时 都相差无几 这个真的可以考虑 如果我要去香港 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时候好过花圆酒店 因为花圆酒店的车 我知道 它会驚停很多地方 我进入后车室 这里很清晰地写着 原来还可以去到珠海 或者澳门 其实去到港北 已经足够了 中国大酒店到香港 和外边那块牌 是一样的 可以去到黄鹿围景 上环税制中心 都不同 掃这个不为盲 就可以买票了 我问过工作人员姐姐 她说 中国大酒店是尾站 一上车 下一站 你能下车的 就已经去到香港了 而且价钱非常便宜 只要100元人民币 抵过坐高铁很多 而且坐巴士 有个好处就是 你不用上上下下 你坐下就走 挺好的 经过十多分钟 终于接到老婆了 大家提示一下 后面这里 月秀公园地址站 E出口 很方便 现在这个时间 只是下午五点钟都未够 我们当然去市场行 在前面往右转 盘福路市场 经过这里 我们又看看附近楼架 陈江小区 不知在哪 大北新街小区 不知在哪 不过上边是写着 3.771平方米 然后这个陈江路小区 是写着3万元平方米 然后盘福路 天鹅北街 五万元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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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 这附近楼 可能真的因为有 东风西路小河的价值 就算是解放北路 周家行 都在这附近 418万元 所以之前跟大家说过 但凡有 学位的屋 都是很贵的 如果说新旧程度 这里真是旧到不得之了 但价钱都很贵 如果去到东山口 那些更夸张 我们决定经珠子横街 走过去盘福路市场 我真的未走过 但珠子寮 珠子横街这几个名字 真的听得太多了 因为以前小路同学 有个是住在这里的 这里全部都是这种旧屋 真的可以穿过去市场 这些真是月秀最老 没有那种屋 上边还是鸦片 很少这样的格局 这个就是快递 拿快递的店铺 这边是卖肉的 前边是卖煲汤料的 这个市场其实不是很大 我们纯粹进来 买几道菜就算了 这边好像不是很适合 我们最喜欢的 就是来这些半户外的市场 我们走回这边 那边是不对的 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 盘福路是近这边的 我老婆最喜欢看树 这里来看树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那些古树 这里有一棵应该是荣树 就在居民楼旁边 然后那些菜当 卖椒 就在树底下卖椒 这里就是珠子街 然后在这条路走过去 就可以去到 商井街的方向 那里也是很有历史的 宋代古井 这边也有鸡蛋卖 但是应该便宜不过西朗市场 我们也不会在今天来买鸡蛋 它是断筋买多的 我们就有原油脏醋 这些小超市 它的市场就真是 真是相当多 我们可能会买些菜 要看菜价 因为都要吃菜 都是这些街坊的市场 服务附近的社区 例如有莲藕 前边这里有些卖鞋的 兔头仔 连中国移动都有 再往前走似乎 好似热闹些 因为现在到5点了 有些人开始收工买菜 他们早上班便早收工 至于上边 就是一些月秀老城区的住宅楼 有防渡望的 有冷气机 这里都住了不少人 至于租盘便便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广衣的学生 要在这里读书 他们要租地方 例如单价1300元 很近学校 甚至乎 这个有学位的屋 40平方米 165万 所以为什么说 有学位的屋特别贵 就是这个原因 上边的140万 他们真是为了买学位 这些东西 东南靓香 商 洋台 两房 50平方米 180万 这个就可能 没有学位了 这边的房地产市场 都比较交流 很多地产中介谱 我们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看看有什么热闹 对面这里 都还有市场 这边确实是热闹过 先从我们经过那里 好像这个方向 就是通往伊国后街 伊国街 那个方向 是不是呢 我直播的时候有来过的 有牛奶铺 有卖鸟仔 又有手撕鸡铺 前面那些靓姐 在买荔枝 是啊 就是我们普通人 都是吃普通荔枝 5元斤那些就够了 贵味5元斤 靓一点就10元斤 除此之外 还有光鸡卖 光鸡旁边卖菜 还有鱼 这些 太阳鱼 炉鱼13元 再来我在社交媒体看过 这个位置拍照是很魔幻的 刚刚一条街 可以拍到上面那些屋 至于这边 就继续卖一些花 卖一些粟米 你说那句 又是跟西浪市场比较不公道 市区市场合理价钱 甚至还有配锁匙的店铺 这样车车出来 旁边有虫化特产 黄皮 各种都有 豆角 还有一群猫开会 还有狗侵进去 这些地坛中介真的多 先头有一间我已经没有拍到 有一间 那里还写着理发百元 像不像很古旧那种感觉 真是厉害 上面这间屋亦善而似 始终这些不属于城中村 不存在舊改这一回事 真的住到要翻身的时候 才可能会有变化 而且附近有这么好的小学 看法都很难 还有这些卖农产品 营养粉 卖饺子 没错 这里就是伊国街 它不是一个很长的街 因为可能近医院 叫伊国街 就是一眼看了这么多 都是有住宅楼的 看看上面那盏灯 多古旧 上面就写着伊国街 对了 好了 市场就看过了 真的没有适合 看来附近都是回到九兜行 那边有很多东西 不过其实很暗的地方 好些那么多 菜我们就买不到 我们向外边人民北路 应该是人民北路 那边出去 那边出去 对呀 越瘦区的市场越来越少 大家知道为什么 第一 老人家 他们会早上去一些 稍微软一点的地方 喝完茶买菜 年轻的那些 就是上网买的 有人就说 现在的超市是没有了 没有了 怎么办呢 最后你上网买 上网买的购物平台 就开始可以加价了 就好像以前 叫车 最开始很便宜 3-5元 坐到半个小时都可以 现在就不是了 正常价 分钟比较贵的士 这些叫做 资本家收割了 是呀 当你用惯了 你不用 就糟了 我们用得少些 我住那里 隔离两间 尤其隔离 还有一间才是 即隔了两个门炮马 是几乎每天都是 它们的服务很厉害 你懒得 它是会帮你掉垃圾 你知道垃圾放在门口 它是送完送的 帮你掉垃圾 它的目的就是你 不可以没了它 唉 是呀 换了个角度 看老婆也看不到 在我右手边 这里就是 中国银行 是呀 那现在既然买不到 我们慢慢 走回去 吃饭那里 这部份我不拍 因为刚才拍了一次 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过去 我们想吃什么 吃鸡专门店 如果要便宜 就吃鸡专门店 但是如果想试一下 不同的风味 一路都想试 一路都想试 一路想吃 但是吃不到的 就真的是生太乐 各位观众 回到这里 可以选择 生太乐 很久之前没吃过 很久之前吃过 近这十年八年都没吃过 听说它们的黄线饭最好 是的 就是因为 早几天我们才吃过黄线饭 都是去吃鸡专门店 都是去吃鸡专门店 至于新闻鸡 它次次地生太乐 都是吃那些黄线饭 煲仔菜那些 如果是吃鸡专门店 就有很多分店 但是很久没试过 它的乳鸡二十多元 值得吃的 是吧 经过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回到陪福大街 前面有个圣街超市 我们在圣街超市买了冬瓜 因为真的要买的 不买人没得吃的 中午都没得吃 前面圣街超市 就是这里了 先头老婆还在说 因为我们买菜 是不太喜欢那些 没有明码食价的那些 我们一看上去 正好就买 它远远都要问 我们最想买就是这个 全部切好了 一元二毫八 最企丽的这些 是不是 又便宜又漂亮 还有青瓜 还有青瓜两元 旁边还有茄瓜 苦瓜 西南瓜 各种都有 好 好 好 这么快又找到位置了 挺好 又坐得挺舒服 虽然门面是这么小 但进来是这么大的 空调又够 还有它们都是竹鸡插团下面的 但它们比较有趣的地方 每间分店各有少少不同 我们今天就想来吃乳甲 因为女儿没有陪我们来 我们要打包些回去 吃不完打包 她当然想吃乳甲多我吃鸡 但也是有很多特价菜式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 各有不同的菜式 四桂豆炒 扇柳叉烧 48元一例 金沙焗对黑 88元一例 白胡椒鸡 68元一例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色的菜式 就不会千篇一律 凉瓜炆鸭 又或者特色鱼头蒸大腸 这两个你很难可以想象到 至于煮食你还可以 葱油饼 23元半搭 甚至乎黑松到三角薄餐 都是有的 甚至乎还有双皮奶 又或者羊枝甘露都有 当然这个只是小餐牌 还有一个大餐牌 至于这个就是大餐牌 明笑食鸡专门店 盆覆店的名笑就是这个分店的补号 食鸡专门店 盆覆店 一揭出来 就看到这么多分店 这些就不慢慢读 我们回到竹溪总店 这个就是挺好的 一来说鸡 50元半只 湛江走地鸡 如果喜欢吃鸡 其实挺好的 整个年锁店不好 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外来的 连锁店之中的鸡 又做得挺好的 甚至乎 葱油鸡 我们都试过的 都是不错的 再来就是乳甲 我们想要这个 这个叫做 手渣乳甲 再要半只鸡 是吗 葱油鸡 还是白切呢 白切呢 我们要白切半只鸡 要这个是 湛江白切走地鸡 与此同时 它们仍然有汤 但是我记得 其他分店有些 细中一些的汤 但就68元一宗 再来就是一些小菜 比如说爽鱼皮 各种都有 还有鸡臣 也有 18元一份 甚至乎 还有龙虾炆鸡 加拿大龙虾炆鸡 鸡半只龙虾一只 肯定不是鲜活那种 五花肉 竹莽阳光豆豉鸡 也是有 我说是有些很有特色的菜式 就是这个意思 甚至乎 还有鲍鱼炆鸡 130元一例 水鱼都有三种不同的做法 生炒也有 红棗杞子也有 辣椒水鱼也有 真是挺有特色的 再来还有 粟米汁 芙蓉鱼蟹 如果喜欢吃鱼 但是又怕骨 不是 是像我这样 怕骨又要吃鱼 吃这个就好了 还有这个很有趣 为什么它会用这个名字 大马斩豆腐煲 是不是大马斩的豆腐特别好吃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孤陋寡闻 第一个送上来 就是新鲜熱烂的鱼鸡 我们选了自己的鱼鱼 因为你要拿回去给女儿吃 我撕少少就是了 含了一个手套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太热了 并不含过了 三缸走地鸡 有个沙姜 有个姜葱 姜葱 不要煮它了 夹够我最爱的部分 你看这些 这是我才肯吃的 今次试试先点豉油 但是在我未吃的时候 已经发现它的鸡腿肉很漂亮 上菜了 快到 快到 已经上齐了 我们等了 喝了一杯茶 是的 我们很喜欢这一点 我们很怕那些 为什麽等都未上菜 好像早个月就是 试过几次 我们一晚问 那些菜是尝尾 不如问一下它 不如要是认就走 这里就绝对不需要担心 就是这个 挺好 足够健康 是的 我们要求美女帮我们 剪一剪乳鸡 接着就吃这个鸡 哇 漂亮 这里有啫喱状的鸡油 哇 那些汁刚才在剪的时候 滴出来 这个真的要等一等 我先说一下鸡 这个意思 鸡白肉 大家都知道是什麽味道 不会太硬 鸡白肉有时候 你是担心它会太硬 我夹过也不怕 因为这些只有我肯吃 接下来这一次 就试试点姜葱 点姜葱 会不会有另外一番风味呢 它们的姜葱切得很融 不像我们上一集 去到吃那些 那些姜葱那么粗 摆满姜葱的鸡胸肉 会不会特别好吃呢 当然会 我刚才试过 它的油是很香的花生油 还有我超级喜欢这个鸡 通常鸡胸肉的部分 皮下脂肪都会超级肥 这个是超级不肥的 如果喜欢吃鸡胸肉的观众 这个就真的适合你 又不会太硬 又不会太肥 又不会太肥 甚至乎 我觉得有点肥肯 鸡皮很薄 一些肥膏都没有 点一点 少少 少少 不用多 带一些鲜味出来 真的挺好的 它的姜葱也不会太鹤 有些很咸 这个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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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虽好 但是也要有它配搭才行 接下来说 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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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就是好吃的 这部分就肥一点 正常的 这部分 我猜应该会更滑 真的好 刚才试过这个部位 很滑 很滑 但是因为试过 就不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鸡真的挺好的 骨也有味 就算你不需要 要点很多姜葱 都可以 沙姜 我们就觉得 一般一点 因为 其实 你应该配沙姜 接下来 乳鸡 乳鸡要用手 没得酸 新鲜 一定不会难吃 对吧 老婆一直在我吃鸡的时候 一直在说 乳鸡好吃 我准备吃乳鸡的时候 她说了 那天55元 差不多两只 一只等人两只 好香 而且 其实乳鸡已经升了价 不过 以前是 但那时疫情价 每天有这么多大包 买什么 不行 咬过也要避免 一咬下去 它的皮 乳鸡皮 已经撕开 它的汁 正在滴出来 或者咬下去 没吃到肉 煮到汁 每一口咬下去 都是有汁 又不会很干 很柴 因为中间有很多肉汁 真的好 乳鸡真的好 可惜不敢吃太多 剩下这些 就留给女儿了 吃完之后 我们最后到这个健康菜 这是鸡汁浸泡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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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汁浸泡草叶 这些是鸡上汤 来的 不是混合粉 而且这里有很多鸡 需要开粉 开粉更高成 那些就没办法 只是鸡汁浸泡 很厉害 真的是鸡汁 而且桑叶也有健康 那些桑叶 还要是桑叶远 市场偶尔会见到 有一卖 份量都不少 好过其他 好过你吃丝瓜那种东西 因为你吃丝瓜很远 那桑叶 你这种东西很少有手 比我以前 我之前也点过菜 吃过桑叶的 那些有些缺候的 桑叶本身也是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这些就是家常菜 这些就是我们的慢生活 点过菜 这个留给女儿吃 吃剩一点 明天再可以继续吃 这里有一块鸡腿 这块 有点健虹 其实不是生的 不是生的 它不是生 它是刚刚熟的 生的你不能拿出来买的 吃坏了别人 封你铺的 对不对 这么多年没有吃坏过人 白切鸡应该是这样 白切鸡应该是这样 最终我们埋了单 136元 还要这样 有一盒这么漂亮的打包给它 又有鸡 又有乳鸡 又有菜 又有少量饭 我们埋了单准备来 你看 餐厅全部坐满 大家猜是现在几点钟 现在是六点半 座无虚值 我猜门口排队应该都不少人了 全部都是一家老少 过来品尝美食 值得来 坐下又够舒服 冷气又够厉害 真的挺好 而且还有几个小点 细节 在里面没有说 第一 它在门口 是有写着的 我们是无烟餐厅 不像其他那些 政府如何规定 如何操作 有些忙的 看不到 我看不到有人 看到有一个 他可能不自觉 接着服务员便问 先生 不可以 他便灰溜溜地 坐着那只 那只店铁着的烟 走出门口 搞定了 刚才我在门口 看到有个小哥 解决一时之需 这一点便值得赚 食物固自然好 与此同时 应该是来说 这一条街 吃一些比较传统的粤菜 最经济实惠 可以这样说 至于另外那两间 便比较厉害 看你怎样选择 好了 今集影片到此为止 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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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